大家好,我是天使,感謝你的影片見了 那這次是6月6號立吹,再次生日 那官方提供的是這一次設計的草稿圖 那...夏天真的來了,對 然後呢,移穿到WM捷月尾之後 弄了海盜船去當冒險家 原來如此,他才穿這種海盜裝的造型 然後...草圖的話在艾肯時期展示過了 所以...就在...反正就是他在介紹一次當時設計的草圖啦 然後像是當時的無裝海盜裝的移吹 然後拿著手槍跟那個...軍刀這樣子 4號的造型 這樣子縮圖比較不好看啦 那到時候就會丟連結,到時候你可以點比較大的 甚至是把一張圖存一存 然後立位槽搞出案 跟那個...變裝的造型 這個未來應該會推,這很明顯就是... 機掌移吹啦 笑死 裡面的馬賽可以打好一點嘛 你就只漏一條尾巴就好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拿行李箱機掌移吹啊 那你的二技是直接拿行李箱去砸人是不是 繳個四五八圈之類的 好,不管如何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啊,隊友已經不存在啊 我們這個移吹跟魔王丸販售 直到六月十號請把握 然後有移吹生日快樂跟幫沒有頭像的... 沒有生日的魔王丸慶生 那個他也是一臉蒙逼啊 你說是吧,移吹 好,連結的話就是快跳到剛剛那一個 對,就是這裡啦 好,呃... 好,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我們精英任務啊 精英任務的話他這邊給的是 移吹十勝跟魔王丸十勝 那這邊就很快帶過移吹跟魔王丸的部分 好,開箱箱 那照順序來說的話是先移吹後魔王丸 那我們就先開始用移吹的各種造型進入戰鬥吧 魂飛魄散 魂飛魄散移吹的話是相當的... 硬要說好打也好,不好打也好 他總之是一個是拿來衝衝撞撞的的概念 就是你用移吹風去頂到人之後呢 他可以快速的衝撞撞 好,我們這邊碰到敵人 那這邊的話就是很快的直接給他撞撞了 好,開場移吹風過去撞掉 普攻搶你的箱子 搶別人的箱子回來搶自己箱子 然後他別人在衝好你面前再把他撞掉 好,齁 吉魯風相當好去衝撞敵人 CP值很高 奧義無擊很長,可以避免被撞的時候 可憐白鷹直接被我撞得跟智障一樣 好,我們懷念他 不小心跑去毒區外了 但是又不搶回血怎麼辦 你就直接在毒區自殺 回忌也是 好,雖然說在這段期間 箱子可能被搶光光 不過3秒之後我就復活了 3秒之後第一件事情用吉魯風衝 衝完之後直接給他撞下去 他就直接死亡 多麼輕鬆簡單 奧義的話也可以當作是你的那個 奧義的話也可以當作是你的那個定人招式 可以把人定住之後呢 再用那個奧義打電 撞掉,很漂亮 順便把魂飛任務解一解 我看我這一次就直接展現魂飛好了 這兩隻都還蠻適合打魂飛破散的 或者是每一隻的每個模式都打一次好了 我們被破散我可以自動自己解 他砍掉箱子了 不然我搶那兩個箱子應該會更順暢一點 然後發現自己快死了 趕快教一些技能奧義 試著讓自己無敵意 不要讓自己死掉 然後發現自己沒水就要穩穩的集計 好,不要站在別人面前 普攻 好,開箱之後 我們等他 好 暈,急入風,撞撞,開奧義 好,漂亮 這一次我們成功了 得到570分 雖然說我這邊是除了藥箱全版的一吹就是了 OK,GOGOGO 然後這一邊呢 好,再來是我們拿一吹打什麼 倒著打回去好了 拯救公主好了 拯救公主 順便換個造型啊 一吹生日 再次生日 一吹生日 拯救公主,GOGOGO 好,這邊的話 那個 一吹打絕命 打那個拯救公主的話呢 他有幾入風可以快速的連續兩邊支援 所以很適合直接去 也蠻適合打公主的 但是沒有到絕對的很強 然後遇到芭蕉頂禮 就開奧義打他 講得你好像很簡單就可以把他秒掉一樣 對 全滿一吹韌性 好,這個 乙姬快要破牆了 我們稍微放水 稍微摸魚一下 讓他不要那麼找破牆 可以開奧義之後 用幾入風衝過去馬上普攻 讓自己保持無敵 少受到一點傷害 好,拯救公主 我們之後呢 是那個 我們再換個裝 怪盜裝換完 換囚犯裝 囚犯裝的話 是寫說他當時被抓的時候的 處境 屠殺二十幾個人之後 絕命指令 我們先絕命指令吧 好,我們絕命指令的話 一吹基本上是所向匹敵 因為他現在有幾入風的 雙招重置之後 變得相當的噁心 回到以前的一二一一二一奧一的一吹了 像我這種時候反而有點浪費 因為 用那個幾入風幾殺 反而沒有重置我的幾入風CD 卡卡西你怎麼這樣啊 卡卡西 卡卡西 跑屁跑 喔,要死了 要死了用無敵快跑 記得草叢躲起來 這一場打得很爛 減量 好,頂 一二技 然後就可以再 來 你他媽擋個屁 別在獄手前搞死 沒有辦法漂亮用出一二一三一阿 看有點沒有辦法認真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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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到 喂,跑 哎呦呦呦,要死了 要死了 要死了 遊戲啦 對啊 你看,只是節奏夠快的話 這樣是可以的 好呀 哇操 這位置太精闢了吧 超討厭 如果幾入風再快一點的話 我幾入風會順便重置 所以你要確保你的二跟奧義 可以擊殺的話 那吉露鋒就是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最後打大亂鬥好了 大亂鬥 好 這邊大亂鬥的話 開場的話就是拿箱 吉露鋒 打別人 呃 反正就是拿箱 然後就往上衝 可以靠吉露鋒去省掉那段 不能記的距離 然後你發現你被摩陀螺耍的跟智障一樣 像你不敢 像你不敢打我 這敵人真的是閃的跟鬼一樣啊 我還沒到A加 你們沒人權什麼的 來 腳要槓槓啦 槓槓 槓槓槍槍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靈藥後面守住戴兔 結果他發現他從側邊來就沒辦法了 到底要怎麼樣先開槍之後 再用吉露鋒頂 如果可以的話 同時可以獲得到吉露鋒的魂再重置一次 那就跟個惡魔一樣啊 結果發現 這一場都 這 可能我狀態不是很好啊 這個打的跟 傻子似的 感覺不夠好 可以再努力 那你也可以知道 伊翠有多麼韌性 伊翠有多麼韌性 就這麼韌性 不用打很好 一樣很強 你看那個傢伙直接 被地雷炸死 細赫 好 伊翠 伊翠就先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換魔王丸 魔王丸也在這一次特賣裡面 要不 先先先講 先先講魔王丸 魔王丸 那目前只有一個異色版 那我們一樣從 魂飛獲散開始 魔王丸非常適合打魂飛獲散 因為他的移動 效率特別的高 我說不是技能 我是說他拉動的效率特別的高 好 魂飛迫散 魂飛迫散的話 第一件事情也是跟別人搶箱子 然後你發現這個路徑不太好搶箱子的話 你就先砍自己的箱子 再去搶別人箱子 懂嗎 不懂就算了 魂飛迫散就是一個你衝來衝去 啪啦啪啪啪的遊戲 你要不要聽到你現在的講什麼 好這邊你看他過來要搶箱子 我們這個AI就打他 把他打成技將 哎唷我沒技了 前標 撞 無敵跟那個奧義的話都是非常 無敵跟奧義的話都是非常 無敵都是非常的長的 我說技二跟奧義的無敵都非常的長 好衝過去 還有強大位移技能 你看 你還在無敵就可以移動啊 你看個仔細就可以看得到 不過這一場打的比較普通一點 可能狀態不太好 不要再找自己藉口 你就是打得不是很好 OK 反正隨意啦 代表說這遊戲輕鬆玩 輕鬆玩 被撞到爆殺了 沒有關係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死 阿 哈哈哈哈哈哈 他把我殺死了 我要殺死你 弄死他 他真的把我弄死了 所以下次記得 你想要爆殺生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瘋狂把自己往外面拉 避免自己死掉 這種時候就是要直交閃 但是你沒記了 奇怪魔王完是不是有被刀腿 怎麼用起來血量 這個技不太夠 是我太浪費技了嗎 你要閃現嗎 沒有閃現可以放 你當我是按F就有閃現你 對阿 你要按閃現阿 沒有閃現阿 有閃奧啦 好啦魂飛破散 沒掉嘎包 超級白 拍片的話 可能還是 我是盡可能不想入鏡髒 就是了 不過沒關係 我本來也會罵 我剛虧了35萬 你說呢 不然剛剛那個 不是阿 他會有廣告審核 你知道嗎 裡面有僵化 他就不能那個 不是阿 看到我虧了35萬 我很生氣 我只能拍拍你了 QQ 好這邊拯救公主 我們可以磨完刀刀 去督公主的小 搶牆 我覺得 你應該看我直播 可以看到 我有沒有課阿 算了 我就不打自毀了 這就當作是毀你吧 魔王玩的話 打拯救公主 真的是特別好用 高攻速 高傷害 還有附帶控場 真心推薦 你什麼都把真心推薦 阿 他撞我 那個混球撞我 阿 他攻速也快 我現在放慢一點普攻速度 反正一下就把牆給拆了 老子都沒吸唱了 好可以了 順便打一個帶走 你看這個高速移動 漂亮 魔王是沒有配音的 有夠可憐 你人都瘋了一殺 還會 之類的 你這個遊戲一點屁音都沒有阿 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好我們打絕命指令 是防律嗎 認真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 絕命指令的話 魔王就是痛 不管怎樣魔王就是很強阿 隨便打都可以贏 像這樣 像這樣他就洗了 魔王就是歐六該痛 歐六該痛 然後不要像那個財杖一樣 搶了 搶了頭然後再把自己送死 蛤 遊戲不用這麼玩了嗎 搶了頭然後送給對面 跟英雄聯盟一樣 對啊 絕命指令最機會這個 不然你再怎麼搶都還是打不贏 蛤 隊友不就是這種存在嗎 牆頭然後送給對面 不管是 不管是 不管是人還是英雄聯盟 都一樣 有沒有看到多麼放蕩 怎麼魔王多放蕩阿 把他說話 放蕩 奧義放再放 蛤 蛤 等下等下魔王被刺 那一到一萬二我見識過了 恐懼 魔王的接技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選擇2技之後再加上1技 讓對方確保能夠吃到你的2技傷害 2技傷害是4連段的相當的噁心 然後我差不多該死了 3 2 1 前標 無敵 漂亮 有沒有這麼狗的角色 有 就是魔王玩 還不趕快買起來 真的 目前最強角色 應該就是魔王玩 沒有質疑 真的是沒有質疑 而且他只有被改得更強 好 我們恭喜絕命指令獲得15比4的比分 好 我們打完絕命指令之後 最後來打個大段路吧 然後最後就是 開 開頭像時間 好這邊 一樣的話開場就是利用他的 蠻長的腿直接開場去強 丟個1技奧義對方就死掉了掉了有沒有看到 如何在 拿魔王獲得擊殺 就這麼簡單 Easy啦 才沒有啊 雙殺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麼簡單 WQ WQ 3殺 有沒有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4殺 39秒 完成 跟公主一樣的時間 打完大半路 Yaboo 魔王多麼強 就是這麼強 這體 無腦都不行 這隻角色到底有多狗 對 這體現這隻角色到底有多狗 好那接下來就是 打剩下這兩隻的 各六場勝場啦 那 對 我現在去努力獲得這兩個頭像 好 感謝那個 神鳥 幽子夢還有 夜明珠的幫助 我們終於把 十場給打完了 順便刷一點開箱點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一吹生日第二次 生日快樂慶祝 應該是一吹 一吹三啊 那沒有生日的魔王王慶生 應該是順便推銷一下 特賣所產生的精英任務 那你知道這時候買了那個 特賣的話 就可以順便解那個 精英任務了 我覺得相當 這操作相當的 OK 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 直接領這一次的 精英任務吧 好 首先是一吹的 生日快樂 好 領取 我們會獲得到 人圈50張 跟 一吹三 對 沒有錯 一吹三です OK 我們獲得一吹三之後呢 是非常可愛的 這個眼睛 非常Q版 好 恭喜恭喜 接下來幫沒有魔王王 的生日慶生 不對 幫沒有生日的魔王慶生 我們這邊領取 一樣是人圈50張 然後獲得到 因為 魔王王真的沒有生日 好 我們恭喜獲得魔王王1 好 魔王1 對 好 那這邊到底要裝哪一個呢 那我們 首先是一吹三 一吹三在哪裡 一吹三會放在一吹附近嗎 沒有啊 柔色 有 一吹三 一吹三 那我們這邊切換魔王王1 恭喜我們沒有生日的角色 終於可以慶生了 不然真的 有時候他的角色相關的東西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拿到 蛤 這魔王王1怎麼好像之前的頭貼啊 以前有這個頭貼嗎 以前不是有這個頭貼 看一下喔 沒有欸 真特別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拿一吹三吧 好 一吹三就撞到了 我們破壞一下 摸完一 摸一吹二跟一吹一 有啊 有一吹二跟一吹一 一吹二 沒有沒有沒有吹零 一吹應該不是零 一吹應該會是一吧 痾 一吹一在哪裡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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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吹一吹的頭像咧 就這一個啊 跟那個賢狂岩孫氏跟一吹的頭像 啊不太有 有啦 Q版一吹 蛤 嚇到 有啦 這邊有一吹一 一吹二 跟一吹三 對沒有錯 好 那這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那我通常會拍一千零一樓數位遊戲的影片 為主啦 那有其他推薦影片 有一點遊戲也可以跟我說 那這影片就先拍到這 我是天師 這也是天師 該逼就喜歡的話就訂閱按讚分享開鈴鐺 donate隨便你 開心就好 掰掰